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有消息指出 有可能12點半的時候警察會發動第一波攻擊 我們今天在這裡 從9點多守了這麼久 就是為了捍衛現在在裡面幾百個我們的朋友們 在那邊守著台灣民主的最後一道防線 所以請大家消暗物照請大家聽我指揮 如果待會有隨時有任何的狀況請大家聽我指揮 這就是因為我們的意志 因為我們每年我們要站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啟動台灣民主政治的心願 我們只是希望把屬於我們的這個國會給拿回來 我們要讓代議士們知道說他們的權力 他們的心情職權也是我們賦予他的這個權限 但是今天他要是被叛了民意 要是跟我們對抗 那我們就必須不好意思把這個權力收回來 我們人民站出來就是我們人民的義務 會 所以 我們今天站在這邊 台灣才有民主 會 守護台灣民主 守護台灣民主 我們需要有強而有力的在野黨 跟人民站在一起 成為人民的後盾 對不對 會 我們知道現在有媒體 他們可能在進行SNG的連線 我們要再一次 我們要再一次 在人民的國會殿堂 再一次向國民黨談話 要求馬英九總統 立刻退回服務 立刻退回服務 我們 給馬英九先生 時間 我們給他一些時間 要求他回應我們 我們會在這裡持續的守候 持續的靜坐 占領這個本來就屬於人民的殿堂 我們為什麼要占領 我們必須再重新強調 因為我們現在大義政治的制度 已經被國民黨給毀壞了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 實行人民最基本 奪回國會 成為自己代表的權利 這是我們今天在這裡的原因 再次重申 我們不是報名 我們只是在践行 我們應該擁有的權利 奪回國會 這場行動 已經是國際性都在關注的議題 各國的媒體都在關注的議題 而剛剛 我們也看到香港的朋友 剛剛 我們也看到香港 包含專上學聯的同學們 他們剛剛也在瘋狂的轉我們的訊息 因為他們 也將面臨到戰衆這場運動 所以我們這場行動 某種程度上 來著跟香港相互呼應 各位 我跟香港的朋友說 現在 台灣的學生 已經走在你們前面了 你們眾團還沒有到你 台灣學生已經擔任了立法院 立法院 本來是人民的場所 香港才是人民的殿堂 給國民黨搞到霧氣霸躁 變成出賣人民的殿堂 所以 我們把它 佔領下來 把他們搶回來 這是一種正義的行為 抗爭 抗爭 是基於和平非暴力的原則 所以 任何人嘗試夾帶這些東西 我們必須把它找出來 我們不會允許任何人 使用這樣的東西 不管是汽油 還是刀線 所以拜託大家 請各位朋友 那個糾察隊的朋友 也下去巡一下 看看有沒有發現 任何可疑的物品 現在場外在濟南路上有一些人 今晚都有五百人 這裡面的夥伴 也超過五百人 追回服務 追回服務 捕衛民主 捕衛民主 必須暫停一場 然後輔助 一開始吧 十分鐘後 我們會執行 強勢執行 希望各位同學 為了你們的安全 也為了你們未來的幸福 issy國際人們 我們是否都來最會 我們可以成功 我們會成功 尖多幸福 會成功 是否在陟想 我們開始日常 進步 會成功 有很多的 會成功 會成功 好 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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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來香港 幫幫這邊 拉住 警察隊友 拉住一次 拉住 站住 no 阿卫是黨衛衛捕法 警察要保護 排位民主 治安治安治安恶徽 徹徽 climax 警察徹退 第一 警察立ette就是国外 请查理所推出国会 他一九强全民道协 他一九强全民道协 将一号下台 第二点 立即退后面胡贸习 立即退后面胡贸习 第三 警署完成 两岸岸协定协定协定的地方 警署完成两岸岸协定协定的地方 在此之前 暂停所有两岸协定的方式护法 暂停所有两岸协定的方式护法 我们还是要重申再强调一次 我们今天的行动 有很多媒体可能会认为 这是一场暴力的行动 或是很激进的行动 我们要再一次强调 我们的行动一点都暴力 一点都激进 我们的行动 正是因為國會在國民黨黨團的委員 在操控底下 他們威權不必的這種 刑事審查的情況底下 踐踏台灣的民主 踐踏台灣的民主程序 所以我們今天佔領國會 奪回國會的行動 只是恰好把這個屬於人民的國會 本來就屬於人民的國會 奪回到人民的手中 昨天就是看到 學生進去理法院這件事情 雖然就是有很多媒體 覺得這是一件很不理性的行為 可是我覺得 就是因為沒有適當的管道 可以讓我們 就是沒有適當的管道 讓我們可以宣洩這些情緒 或者是說可以表達出我們的訴求 所以他們才會用這種比較激烈的方式 可是這種激烈的方式 並不是說要 就是去傷害某些人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更何況 我覺得有些就是比較 一些比較 輕忠的媒體可能會 刻意的去抹黑 就是學生或是什麼的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 就是非常不理性 就是已經失去新聞 他應該有的客觀性了 我覺得他應該要從多方面的角度來報導 不是應該就是一昧的抹黑學生這樣子 身為一個公民 我覺得我必須要來見證 跟參與就是民主的運動 那不管就是福茂這件事情 他有在上去 他不管是從GDP的方面 或是從各種方面來看 他可能證據性有在上去 但是這件事基本上 他能夠公司被 當權者 就是順利的這樣通過 他就是一件不民主的事情 那我就身為一個民主建國國家的公民 必須要來了解 那我是想要來 我覺得主要的原因是 我想要去自己去見證 到底這件事情 是不是媒體上能講 或是說網路上 可能有各種立場的人 去做自己的解釋 或是自己的立場的電波 那我想要親眼來看 親眼來體會 親眼來聽這些演講 來就是 參與這樣子 其實我本身是藝術工作者 所以蠻常去內地去做一些技術教育 然後因為 去做的層面是比較高 幾層次的 所以他們會遇到一些比較低階的人 然後我就會 遇到很多內地的人 然後就會覺得說他們的東西 其實是 我覺得他們就是很有錢 然後 做事情都比較粗糙這樣子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如果你去 把他們這種 他們人力就是很夠 就是什麼都有 但是沒有基礎資源 那如果你把這個 服務貿易 把我們這些 就是我們原本的一些 勞工的工作 都交給他們去做的話 讓我覺得根本就是一個大吃虧 而且他們很多 學者說 也許我們高級的人士 可以去那邊 去做一些技術交流 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常態 因為我知道在那邊 自產啊 或什麼 都是要 就是大陸人吃虧虧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做出你自己一個 的東西 對 你就去那邊的話 你只能 就是做一些 像 講難題就是台勞 對這種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這種 服務的這個貿易 其實是不太 不太合理 而且它是黑箱的一個 我覺得大家 台灣70幾% 人民的一個權力 就直接被它說 要強制要過去 讓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不應該 我覺得光這一點 就已經是可以讓 大家 為什麼全民現在站在那邊 很生氣 對 因為 服貿這個東西 你也好不好 你跟大家去好好處 讓你 一個幾年的去一個勸導 或怎麼樣 這是一個正規的 我覺得人民主要找個正規 我們是民主社會 我就是 這樣做就跟共產黨是一樣的